哈喽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豆奶的乞丐日记第一集 抱着我们的蛋白粉去上班 正在我去工作室的路上 然后邮政就给我打电话 说我的Apple Watch到了 所以我就来先取一个手表 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啦 然后中午想吃个麻辣香锅吧 饭卡里面还有三十几块钱 应该还能吃一顿 结果没想到我一拿拿了22块钱 再加点醋 我一般吃面条吃麻辣香锅什么 都要加很多醋 我以前吃麻辣香锅从来不吃米饭的 但是我今天为了填饱肚子好吧 就还是吃个米饭 结果还掉地上了 无语 点了特别多西兰花 然后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饼啊 还有什么煎蛋啊 金针菇啊 龙利鱼啊之类的 最近的下饭剧都是破产姐妹 真的你们敢相信我以前居然没有看过破产姐妹 我真的好喜欢里面的Max 在喝瓶冰散的里这个是我之前买的应该不算吧 真的我发现困的时候来瓶冰散的里真的超级超级爽 我的新手机口到了 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去打球咯 这件粉色的健身服也是我特地买来打网球穿的 打网球前先去买瓶水 这个两块八一瓶 然后给我的球搭子买了瓶可乐 三块五吧好像是 因为前几天我们的体育馆不是又疯了吗 所以最近网球场也还挺火的很多人 我的球搭子走了就剩我一个人 每次就是和别人打球 我都从来不会喊停 今天打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吧感觉还行 然后回来我室友给了我这两个奥利奥的新品 没吃过 里面长这个样子 感觉一般般吧 那个蛋糕体感觉不是特别的松软 还行吧 但是不花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有的吃就不错了 再吃个草莓味的 我感觉这个草莓味和我以前吃的草莓味的东西不太一样 但是我感觉它这个草莓味好像是那种 牙膏的那种 我这次吃这个草莓味感觉就多两百万 然后洗了个澡打算去工作室了 天哪我觉得这个AirPods Max带着整个人的潮流指数直线上升 还挺酷的 然后去食堂买了根玉米4块钱 现在玉米都好火呀 这个是刚蒸出来的 好久不吃还真是分外饗宴呢 这个是我前几天买的百合 去给它换了下水 怎么样 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而且还特别香 那么豆奶的乞丐日记第一集到这里就结束啦 今天总共花了33块吧 开心吧 那么我们明天见咯 谢谢大家